新闻持续在台北地检署为你掌握 进化成案正办的最新进度 其实今天早上一大早就已经传了 前台北市副市长彭正生 另外还有前顶月开发的董事长朱雅虎 来到台北地检署来接受征讯 除此之外其实早上也约了另外一名 同案的被告也就是黄锦帽 他在到的时候接近中午的时候的左右 就已经结束约谈不出台北地检署 但从后到后对外没有多做任何的发言 因为他已经列为图例被告的身份 所以从上次500万交保之后 他就没有再对外多做发言 这次来到底是为了要厘清什么样的金流 或者是对于上次他这个陈述的重点 到底是不是克文哲指示或者是交办的事项 这件事情也没有再多做讯问 都还在持续的征讯当中 那么几案官也将持续比对他们之间的证词 但除此之外其实他被地检署 今天除了这几个人还约谈了 克文哲 木可 还有相关民众党的秘书长周虞修 另外还有他的发言人戴宇文 都来到了北极站 那么最主要是要针对相关的金流 来做进步厘清 因为一直怀疑这些相关的金流 是不是有涉及背信 那么在当初政治现金捐完之后 政治现金是怎么运用到这些人的薪水上面的 都是检方追查重点 检方认为李文宗管的账目 公账跟私账完全是相通的 完全就是非常混乱的状况 所以他们又需要进一步厘清 那么这个案子 其实从金华城案办到现在 其实已经跟贾账案 越来越有点像混在一起 在同时侦办的状况 到目前为止 除了检联这边有在持续侦办之外 其实调查局也已经开始针对贾账案 来陆续进行约谈 大约的账碟账案